想飞的小象 有一只小象,它刚刚生下来。 在第一天,它看见了许多小动物。 到了第二天,它认识了许多花草。 第三天呢,妈妈带它到河边,它看见了河水和高山。 小象说,世界真大呀。 这时,一只小鸟在天空飞来飞去。 小象想,要是我也会飞,可以看更多的东西多好呀。 小象爬上树去学飞。 小象摔了一个大跟头。 蛇看见了说,小象,我们有自己的本事。 我不会飞,可是我会在树上睡觉。 狮子说,我也不会飞,可是我能跳过宽宽的大河。 老虎说,老虎说,我,我不会飞,可是我,我会游泳。 妈妈对小象说,我们大象力气大,这是小鸟不能比的。 小象明白了。 它跟着爸爸妈妈运木头。 它用长笔子一勾,大木头就搬走了。 大家都喜欢它,它说,我是小象,我也能干。